接下来要介绍,怎么样申请Gmail信箱 首先打开浏览器 不管你现在的画面到什么地方 都把游标点在上面网址里的地方 然后把原来的网址给他删掉 接着打关键字Gmail 然后选Gmail注册 然后点选建立Gmail账户 再点选建立账户 第一个选输入房 然后把你的姓名打进去 那接下来呢,他会出现一些你的名字的义音账号 如果你喜欢的话,可以直接点选 那如果不喜欢的话,你可以试着改一下 然后按Enter,看他会不会接受 如果他出现红色的地方,表示说那个账号是不可以的 那么你就必须再试一下 假设底下有出现你要的 比如说老师要这个MJES3663 我就点他 他就是变成接受的账号 那你要把这个地方给他抄起来 这是你的账号 那接下来呢,打你的密码 你可以显示密码 显示密码,然后把密码抄起来 那右边的确认密码必须跟左边打一模一样 到这边,可以吗? 再讲一次 第一个,你要先打你的姓名 第二个呢,输入一个你想要的账号 如果他出现红色的 那么你就必须重新再输入一个新的 一直到他出现黑色的账号为止 那小老鼠左边的部分就是你未来登录的账号 你要把它记下来 底下的密码 密码也就是你未来要见到你的信箱的钥匙 你要把他老老的记住 最好是抄起来最好 到这边就是完成第一个部分 那接着呢,你可以卷轴往下卷 选这个继续的地方 那接下来他会出现一个验证码 你可以把你的手机打进去 这个时候呢 他会自动的发一组的验证码到你的手机 接着把你手机的简讯打开 G的右边数字把它打进去 接下来呢,按验证 那接下来就是把你的生日 那个年是西元的年 你的性别 接下来按继续给他 这个地方按一个略过 接下来是一些说明 那你就按一个我同意 出现你的名字的时候呢 表示说你的账号已经申请完毕了 之后 有小一点 是小一点 但是你能够 就是小一点